2023春季南投县长杯 国小学生英语单字 以及成语状元竞赛中 荣获前三名的18位县内国小学生 在学校师长、家长的陪同下 来到县府县长室 接受县长许舒华的加冕 以及颁奖鼓励 议员蔡宗志也到场关心 许县长表示 县府宇德顶教育文化有限公司 合办国小学生英语 以及成语状元竞赛 鼓励孩子多元学习 期盼透过竞赛活动 不只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奠定英语单字 以及语言学习基础 提升语言表达能力 也借此打开孩子的国际视野 非常感谢德顶教育文化公司 非常有心 也希望在南投县可以推动 各种的竞赛 或者是在成语的使用上 都能够让孩子有更好的学习 所以县政府也非常高兴 今天看到很多的孩子 在我们的成语竞赛也得到了状元 还有很多英文的竞赛 我相信透过我们从国小开始 不管是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的 透过他们在这个竞赛的过程 可以增加他们的英文的能力 同时对于我们成语的使用 也能够越来越得心应手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孩子 来到县政府 也有最高的奖金 有颁到8000块钱 透过这样的一个实质的鼓励 给孩子能够在这个不管是在中英文的使用上 都能够更加的灵活 县政府我们这几年其实也不断的致力在推动 希望透过每一个学校里头 在我们的教学更加的活用之外 也希望能够再导入更多的英文的学习 明年县政府开始 我们也会编列各种不同的一个出国的经费 那包括从国小开始的奖助学金 我们都会开始来做 就是希望能够增强孩子 在我们的教育上面 提高他们的竞争力 德顶教育文化公司经理庄桥表示 比赛共分成第一 中高年级三个组别 其中高年级组单字比赛冠军 掌心高达8000元 希望鼓励学生学习成就 而且只要报名比赛 都会赠送一本1200单字本 以及成语级 借此提升学习的基础 以及兴趣 我们德顶教育 因为主要是想要办 这个英语单字竞赛 以及成语状元竞赛的原因 是因为希望南投县的小朋友 可以透过这个考试 然后将自己的双语程度提升 然后来与大城市 以及世界来做接轨 很感谢就是县长跟县政府 已经支持我们有五年之久了 那我们接下来还会继续办 各类的学术类的活动 来借此提升南投县小朋友的程度 今天由我们德顶教育 有限公司庄老师的带领之下 来办理这个成语比赛跟单字比赛 很多小朋友都很用心在参加比赛 得到他们想要的成绩 我们这位的比赛最高奖金有八千块 很多小朋友 国小的小朋友 都很多人来报名参加 可以再来跟我们许县长来参加 是不是说这个活动 一年可以来继续办一遍 这两遍 把我们的英语教学 来继续办推广 让这些小朋友 都有机会来参加比赛 荣获英语单词比赛高年级组 第一名的庄子义 目前就读普台国小六年级 她说 自己从小就读美国学校 所以比较擅长英语 针对比赛 平时就会利用午休时间 多读练习题本 反复练习来拿高分 比赛的时候还是会紧张 我在学校每天就牺牲掉 我的午休时间去电脑教室练习 然后就是练习一段时间之后 回家还是 就是会用纸本 然后一直复习 重复复习 然后会自己默许 虽然那个阅读有点难 可是还是会用一下文法 所以就利用文法 让我的阅读变更简单 我觉得是一开始 我就一直在读课外读物 所以学习到比较多的成语 题本有一千多题 然后我差不多会个八百题吧 其实是我的兴趣 我爸没有特别要求我一定要看 我就是每天都会写啊 然后写完之后会请妈妈 帮我考试一下 然后考完看成绩 每一考好好的再写一下 成语就是由爸爸教我 爸爸会跟我解释之后 然后叫我写一遍 学县能表示 从明年度开始 县府会编列预算 成立奖助学金 来帮助学生拓展学习之路 不论是教育竞赛奖学金 点誉奖助金 或是游学出国比赛 都可以申请 支持与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 与学习机会 让南投的孩子 有更好的表现与发展 记者蔡世奇 南投市采访报导 感谢您的经济